当然机缘是挺重要的 但是我起码我不知道我自己想做什么 但我知道我不想做什么那个时候 这可能也是一个第一步 所以到了你看到机会 有可能是跟你的理想接近的那个时候 你一下就能认出来 每个人心里头可能都有一个梦想 实际上有一个想象 说我什么东西最打动我 我心里最软的那一块是什么东西 那你看见的时候 也许它不是那么明显 不是用语言描绘的那么清晰 但是你看见它的时候你能认出来 认出来的时候不要放过去